在文革当中做摄影记者 有很多令人很无奈的那种状况 报纸是党的喉舌 作为这个报纸的记者 也是党的喉舌的工作人员 所以一切都以党的喉舌的需要 来确定自己的发稿的标准的要求 你要见报四幅照片 那么你就可以领取一个135交决 你拍的金包率照片越多 你领导的教员也就相对的多 这样的话就是更多的教员 用在那些采访 比如说除决人犯 踢鬼头 戴高帽 抹黑脸 批斗走资派和资本家这些东西 税能拍下来都是用 自己省下来的教员来拍的 这些照片都是不能发稿的 领导也不准你拍的 所以那些听话的记者都不拍 我们的摄影组里 有的人看了以后 就说向领导打小报告 说李正盛又拍了这个 不发稿的内容的照片 要浪费腰卷 我说我没浪费 我和你们一样的领腰卷 所以领导上批评的 他也很无奈 所以我为什么能够在那个年代 多记录了一些报纸不要的 又不许拍的 又自己又没有去买腰卷 而留下底片 就是这样想方设法的 留下一些 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 兼省长是李泛武 他这个领盘比较大 个头也比较高 留着一个大背头 他曾经195几年 在大连海边照了一张照片 穿着一个风衣 省望着大海 那个形象 感觉就像毛泽东 在北戴河的一张照片 他的夫人还跟孩子们讲 不能说你爸爸像毛主席 如果是说出去 这是个问题 不好说的 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在那个万人批斗会上 把这个揭发出来之后 说他有政治野心 这个留着一个大背头 像毛主席 这一说出去后 当时的一个标准语言 就说我们是可人 数不可人 我当时意识到 一个重大行动要开始了 我就尽可能往这个主席台上冲 背着黄书包的红文兵 拿着剪刀和推子 也开始往主席台上 那个李帆武的方向走了 我抢心一步站在前面 对着了李帆武和背景的 主席台上悬挂的 巨斧的毛泽西画像 做对照拍了一张 在按第二块门 是红文兵在后门 已经开始催促了 你快快 不能影响革命行动 他们一帮年轻的男的女的红文兵 就拿着剪刀就冲上来了 就把他从椅子上拽下来 就开始给他剪头 右边的一个女孩 那个女红文兵在那 那个换成一种愤怒的表情 在给生长 在踢鬼头 可能他心里想的就是这样 你是阶级敌人 我这样做就是忠于毛泽西 毛泽西让我把你们这些人 打翻在地 在踏上千万之咬 一点没有 他觉得我这样做 是一种罪过的感觉 没有 在后面有一个带着 白块眼镜的一个女孩 一个女红文兵 他就抓起来一些剪掉的头发 往他后面的衣领里塞 最后我又拍了一张构图 像第一张一样的 前景是李帆武省长 背景是毛泽东的像 他的头型再也不像 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头型一样了 那么他的发型变了 但是他的罪过并没有减轻 那个时代就是 大家在阶级斗争的弦的 崩得特别紧 从任何正常的现象当中 都想找出阶级斗争的 那个蛛丝马迹 我拍的有一张照片 是一个群众游行 群众举着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 要把无产级文化大革命 进行到底 那么这个一个标语牌 后面还有好几个毛泽东的像 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尊敬 用那个红色的U7框 装着毛泽东像 举着上街来游行 我一看到红U7框的毛泽东像 我就心里就叫苦 因为拍的黑白片 那个红色的框 到了照片上就变成黑框 就等于死人才像黑框 这是对毛泽东的大不敬 给毛泽东的像加黑框 何其多也 这就等于对毛泽东的 可以定义反革命 另外前面的人挥动的小三角旗 把毛泽东的话 有的字给遮挡了 无产业绩文化大革命 变成了文化大牛命 就是牛马的牛 要发稿的话 这个标语 毛泽东系的最新指示 遭到了破坏 歪曲之不行 另外毛泽东的像 上面举着好几个拳头 那么后来怎么办呢 用那个广告粉调成颜色 把那个毛泽东像那个块 描成白的 把那个毛泽东像 下边两只拳头 按照他的衣服的灰色 给他画上去 那两只胳膊就从中间 给断结了 就结枝了一样 结两个群众的枝 而保持了毛泽东形象的完整 这是完全值得的 是必要的 是应该的 再把那个语录呢 遮挡三角旗 用白的广告粉 就把它抹掉了 把那个字写得完整了 最左边的一个毛泽东像 拳头打在脸上 前面挥的拳头 重叠在毛泽东 这个鼻子上 嘴巴上都有 实在没办法修了 因为修下边的衣服好修 脸部修是很困难的 干脆就把它裁掉 把照片裁掉 只有这样修了以后 才见报了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后来 到处都是毛泽西像 遍地都是毛泽西像 1968年的6月21号 海尔边召开了一个 几万人的一个 向毛主席新中心大会 各个单位制作 修府的毛泽东像 你做多大 我要不超过你 都用那个叼车 叼到汽车上拉着来 我拍的照片上 就是一个像海洋一样的 毛泽东像 这个会议开完了之后 修府的毛主席新像 怎么处理 这个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就出现了一批反革命 谁决定拆了 好 你把毛主席大些八块 这信息反革命 这不用说了 这个没话说 说不拆不行啊 不拆不行 你拆什么都不能拆毛主席啊 那么好了 这样这次算反革命 还有说咱不拆 咱不拆 咱们把它放到 送到那个仓库里 或者车间里存起来 那个车间和仓库的门 高度有限 因为那个像坐的太高了 在那个空框的地方组合起来 说抬往里抬怎么办呢 说这么正着抬 抬不进去 抬太长 高过那个门了 说把它横着抬吧 咱们放倒了横着抬进去 到里面再竖起来 也反革命 说死人才横着抬呢 所以就说那个时候啊 就毛主席 抬着毛主席上回到单位去啊 怎么出制 都是过错 有的人被撤了 有的人还被反省了 其实大家心中都明白 换了谁也都是没法办的 1968年的4月16号 黑龙江省第二次活学活用 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在这个代表大会上 有一个解放军战士 叫王国祥 他到一个海尔滨的郊区的公社 去讲他的事业的时候 把听众都感动了 要表示对他的感谢 都把自己身上的象征 摘下来 戴在他的身上 他穿着个军队的那个绵袄啊 牵身戴满了 给戴在后身 胳膊上也戴满了 又给他戴在军帽上 戴满了170多枚毛泽东象征 但是没有人敢往裤子上戴 给他戴 往屁股上戴 那更不可以 那就是那个 先行反革命了 拍他那个特写的时候 拍了一张 很有劲的那么一个画面 我就把那个交稿了 后来解放军代表说 学习毛泽东去著作 应该微笑一点才好嘛 拿来微笑的就可以发稿 我这人还有点这个匠 有点个性 我说没有了 就不发了 其实我手头有一张 那个微笑的 宁可不发 我也没有应和他们 油 我看了什么银行 我看了什么银行